重伤的小伙夺命狂奔 他脚下一滑 摔倒在了黑夜的雪地中 小伙不停求饶 他还年轻 还不想死 第二天一早 收到消息的卖书赶到案发现场 案发现场布满脚印 目测至少有三个人 年轻的小伙被揍得血肉模糊 鲜血将白血染透 真可惜啊 正是花一般的年纪 幸运的是 大雪保留下了凶手的所有痕迹 麦叔架起了大锅 开始熬煮硫磺 斯黛拉则为不同的鞋印 分别喷上不同颜色的喷漆做记号 两个人一个导魔 一个喷漆 没有言语 举手投足都充满了默契感 现场一共有四组鞋印 一组属于死者 另外三组来自凶手 其中一组鞋印 还踩到了球棒上的木屑 斯黛拉没有发现什么球棒 倒是发现了一组车她的印记 死者是26岁的阿飘 死因时身体多处顿气极大 他的后背有块刺青 似乎被什么东西给深深地刮掉了 整块刺青血肉模糊 脸上还有一大块高速喷溅的血迹 母亲说 阿飘是个乖孩子 从来没有纹身 也不混帮派 事实上 自从离婚之后 母亲就有儿子渐行渐远 他对阿飘的生活圈子一无所知 只知道儿子很孤独 他想有个大家庭 渴望贵属感 说吧母亲更自责了 卖书安慰他 有错的是凶手 不是你 你一定要坚强 别自同时 市区的一家超市发生了凶案 店老板回忆 昨晚有人闯进了超市 抢劫的同时 还开枪击杀了他的弟弟 店老板不是很明白 谋财可以 为什么非要害命呢 画面转达阿飘被杀案 现场的球棒碎屑上有签名 经过比对 这是一股球星李奇曼托的签名球棒 至少价值5000美金 话说凶手是土豪嘛 居然用这么贵的球棒杀人 除了球棒 每个凶手的鞋底都有一些碎木屑 实验人员带了消息 死者的衣服上有游戏桌上的蜡 蜡再加上聚木屑 让他们联想到了酒吧里的推判游戏 与此同时 清洁那边也出示了DNA的检测结果 死者脸上的喷溅血迹 来自刚才超市结案的死者 也就说他们的死者阿飘 同时还是超市结案的凶手 是阿飘杀了店员 那么又是谁杀了阿飘呢 监控显示 当时阿飘杀了店员之后 店老板拿着球棒冲了进来 难道是店老板杀了阿飘 店老板却说 他当时拿着球棒追出去 可阿飘已经上了一辆车扬长而去 他没有追到阿飘 自然也没有报仇一说 并且他的球棒是履制的 不是现场发现的木质球棒 死者背上的刺青 被凶手特意磨掉了 不过纹身的墨水早已深入肌肉 小黑就跟烤猪皮一般 烧掉了死者表面的皮肤 这个系列的编剧 似乎对纹身有着深深的恶意 纹身上的字母是谭歌乌 这是一个黑帮的名字 丹尼就曾是谭歌乌的一员 不过他一眼就认出 死者的刺青是伪造的 阿飘非常崇拜黑帮 因此跑去做了个帮派刺青 自封为帮派成员 丹尼说 那个帮派的老一代还算有点道义 年轻的新一代 几乎个个都是人渣 满脑子都是毒瓶 女人 抢劫和谋杀 丹尼仿佛从死者的身上 看到了过去的自己 不同的是 丹尼及时脱离黑帮 考上了警察成功上岸 麦树感同身受 年轻时的她何尝不是在 拼命地追求归属感 所以她选择入伍 成为了海军陆战队的一员 她很可惜小伙子选错了路 赔上了姓名 斯戴拉带来消息 球棒上的木械上 还检测到了另外一个人的血迹 来自立名帮派小伙阿呆 阿呆的头上贴着绷弹 她说昨晚有个王八蛋 拿球棒偷袭了自己 害她连夜缝了25针 你知道的 我就靠这头秀发把妹打 阿呆是弹歌舞的死对头 佩兰帮的成员 她昨晚运行的地点 是比利巴特斯酒吧 酒吧里的木械和桌球蜡 都与死者身上的物质对上了 这间酒吧是帮派的聚集地 球包什么都不敢说 只能按是警方去一旁的ATM机转转 原来那根打死阿飘的球棒 是酒吧的收藏品 如今展示柜里已经空空如也 指纹比对结果显示 最后一个触碰过展示柜的人 叫王八丹 正是坦歌舞帮派的骨干 王八丹平时身旁跟着两个左膀右臂 这货是个狠角色 大雪天穿短袖 也不怕老了得风湿病 他展示了身上的刺青 这才是正版的 死者身上的就是个山寨货 那根球棒是打死阿飘的胸起 八丹承认 他昨晚只是小心拿出球棒 把玩了一会儿就放回去了 斯大拉发现八丹 刚刚秀了后挡风玻璃 就连车台也是刚刚换的新的 于是警方提出要搜他的车子 八丹很心虚的当场拒绝 谁让你们没带搜查令呢 不过三个人刚才留下了很多血印 只要拿去跟凶案现场的做比对 就能确定他们是不是凶手 然一番比对下来 三个人的鞋码与现场相符 血印却不一样 这意味着凶手就是他们三个 但是他们回家之后 又各自换了一双新的鞋子 纽约的嫌犯个个都爱干净 哪像迈阿密的纳群呆货 从来都不知道换衣服鞋子 血印不一样 也就没法证明他们当时就在现场 酒吧里的ATM机上有个摄像头 每六秒钟就会拍下一个画面 案发前几个小时 死者正在向姑娘炫耀自己的冒牌资金 这个行为引起了王八丹 一行三人的注意 毕竟他们三个才是正版的黑棒 死者的行为无疑是打着他们的旗号照耀撞骗 不过他们没有为难死者 而是从展示柜拿走了球棒 带着死者一起离开了酒吧 不多久 阿丹的脑袋就被打了 超市里也发生了抢劫杀人案 曼叔怀疑 这三起案子与王八丹一行三人脱不了干系 于是他们申请了搜查令 检查了王八丹的车子 王八丹早就把车子清理得干干净净 他是个棒球迷 车里放着戴瑞克基特的摇头娃娃 曼叔取下了娃娃的空心脑袋 在里面发现了一抹血字 这是人血 只可惜血迹太少 再加上漂白器的破坏 这些血迹都不能用了 曼叔只能再次申请了一张搜查令 来到了王八丹的仓库 在这里发现了一把染血的无线角磨机 肉眼可见的血迹反应 钉死了王八丹的谋杀罪名 原来王八丹早就看不惯死者 顶着他的旗号到处炫耀 便想着教训他一下 案发当晚 他从酒吧带走了阿飘 欺骗他想要入会 就必须要投名状 于是他让阿飘敲了另外一个混混阿呆的脑袋 害人家整整缝了25针 随后他又让阿飘去抢劫超市 想让他智能而退 没想到阿飘这个忙活真的照做了 还一个激动 把店主的弟弟给杀了 王八丹知道自己玩大了 为了不引火烧身 他居然让手下们按住阿飘 用角磨机 甚深磨掉了他背上的纹身 一时间血花四溅 这还不够 紧接着 他们三个又用球棒夹飘灭了口 我们黑帮就是这么做事的 是不是帅呆了 酷毙了 酷你个娃娃鱼啊 你以为还是几十年前 黑手党横行 警方无能为力的年代 过去的黑手党杀人放火 是为了生存 他们道义有道 哪像你们这些白痴 以杀人为乐 那行啊 既然你这么崇拜黑手党 麦叔就把他跟真正的黑帮 关在一起 临走前 巴丹提到了丹尼 丹尼是你的手下吧 帮我向他问声好 我们对他 可是了如指掌呢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看来丹尼的过去 也不干净啊 案件了结 丹尼和艾登 来到了一处车祸现场 死者是30岁的 西班牙裔女性阿美 她连人带车翻到了坡下 当场死亡 路面上的刹车印 十分奇怪 阿美的车是红色的 侧面却蹭到了 很多银器碎屑 看来这是典型的 肇事逃逸 阿美的下半身 几乎全部分碎性骨折 下体的私密部位 有撕裂伤 手臂和脸上 也有很多擦伤 综上所述 早在车祸前 阿美就可能遭受过 严重的性侵犯 阿美无亲无故 唯一的亲人 只有她的丈夫 丈夫看到阿美的尸体 自然悲痛万分 我让你好好待在家里 不要出去工作 你为什么就是不停 刚才那封丈夫 弄了丹尼满身血 她换了身衣服 将死者车上的银器 输入电脑 银色的车很常见 但即便相同的颜色 红外线光谱也是不一样的 比对光谱需要时间 于是两个人先将重点 放在了死者的衣服上 阿美的两个袖子上 居然全是男性的小蝌蚪 并且这些小蝌蚪 还不止一个男人的 这死者的职业 很耐人寻味啊 阿美的丈夫 为刚才的行为抱歉 你们知道的 我只是悲伤过度 可她两年 得有过六次家报前科 你告我这是悲伤过度 丈夫说 警方只是误会自己了 死者有点小变态 她喜欢玩粗暴点的字母游戏 因此丈夫经常弄得 她满身撕裂伤 搞得就跟家暴一样 丈夫回忆 阿美是发廊里的按摩女 于是丹妮来到了 死者工作的发廊 发廊是家好发廊 竟是员工看起来不太正经 原来阿美是个妓女 丈夫对此毫不知情 这间是阿美的工作间 地上有一颗小钻石 床边的毛巾上 满身男性的小蝌蚪 登记显示 阿美的最后一名客人 叫做罗斯里 于是丹妮又来到了 罗斯里的公司 助理小姐姐很漂亮 心发闭眼 前途后翘 罗斯里是个成功的商人 她说自己压力很大 婚姻又不顺 所以经常会去找死者 进行一番深入按摩 阿美是被车撞死的 可罗斯里说 她老婆不准自己开车 搞得她每天只能乘地铁上下班 说吧送上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客气地下达了逐克令 还记得死者工作间里的那颗钻石吗 这是一颗没假用的告示 意味着有个女人 曾与死者起过争执 恰好车气的匹配结果出来了 壮死阿美的 是一辆银色的林肯领航员 巧的是 罗斯里的妻子 就有一辆一模一样的车 罗斯里的妻子是一名芭蕾舞演员 优雅又独立 她对丈夫整天在外嫖娼的事情 心知肚明 说吧她领着警方来到车库 银色的车头上有红漆 而死者的车子正好就是红色的 妻子解释 自己昨天不小心撞到了消防栓 于是警方提取了车漆 和妻子的指甲油做比对 可光谱仪显示 妻子的指甲油 与现场的美甲钻不相符 红色的油漆 也不是来自阿美的车子 可罗斯里是死者的最后一名客户 妻子具备所有的杀人动机 如果她不是凶手 又是谁杀了阿美呢 死者的客户登记表上显示 罗斯里还在两天前光顾过她 可这个字迹并不是罗斯里的 显然是有人冒用了她的签名 于是实验室做了比对 结果自己与罗斯里的妻子不相符 于是丹尼尔拿出了罗斯里 名片上的字迹做比对 结果一模一样 可这张名片上的字迹也不是罗斯里的 而是她的助理帮忙写的 原来金发必演的女助理 才是杀死阿美的凶手 罗斯里号称人形太低 纽约打装机 女助理是她的小三 得知罗斯里还在外面 养了阿美这个小死 小三不淡定了 于是她冒用了罗斯里的签名 去按摩院警告阿美 不准靠近她的男人 争执中 她美甲片上的告示掉在了现场 小三当得久了 把自己都当镇主了 她买了一辆 和原配一目一样的银色领航员 得知死者无视自己的警告 还在继续跟罗斯里纠缠不清 朱里气得开车撞了她 她只是想吓唬阿美智囊而退 却不想害得阿美出了车祸 当场死亡 搞了半天 是小三杀了小四 人家原配都不上心呢 用着老公的钱 开着老公的车 过得潇洒自在 你一个不合法的小三 请什么劲呢 从此以后 渣男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继续采气飘飘 小五小六小七奶 想玩多爽有多爽 而你只能在牢里思考下半身了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最后为大家盘点一下 剧里的熟面孔 第二个故事中 渣男罗斯里的扮演者 是1959年出生的老牌演员 弗瑞德里克·林恩 1997年 他在《黑衣人》第一部中 饰演一个移民局的警员 出场不到一分钟 就被强行消除了记忆 他还是邪恶力量里的黄眼恶魔 一个出场不多 但非常有压迫感的boss 2004年 他在《美剧迷失》中 饰演爱德华·马尔斯 2012年 他在《美国恐怖故事疯人院》中 饰演弗兰克·麦肯 女助理小三的扮演者 是1977年出生的乔丹娜·斯皮罗 2006年 他在青春喜剧《我的男孩》中 饰演女主富兰克林 2013年 在《奥古嫌弃》第五季中 客串侦探珍娜 207年 他开始在《黑钱圣地》中 饰演常驻角色瑞秋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